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呢 陰陰的 不過雨沒有如預期的那麼的大 事實上有大片的雲雨帶從廣東福建這邊東移過來 只有在北部 像在靠近基隆的迎風面 這個雨勢會比較多 可是在台北市區會比較少一點點 但是還是有飄雨啦 現在來看的話 南部南邊這邊也有一些午後熱對流的發展 整個天氣正在變化當中 如果以這樣來看的話 第一個高壓在這個地方 這邊呢 是屬於西南風 風面的位置還有雲雨帶在這個地方 預計呢 這個禮拜會慢慢慢慢的接近台灣 但是說真的 這道風面呢 結構沒有那麼的好 然後這邊的水氣呢 也沒有太過旺盛 但是呢 這幾個系統合在一起 加上太平洋高壓的往西深 所以其實 這個禮拜台灣的天氣呢 是很容易有雨的 那這個雨呢 也不是說整天都下雨 但是就是容易有這種短暫性的雨勢 陰陰沉沉 每天的天氣呢 因為有不一樣的氣流來源 你看到了週末的時候 可能就偏南風了 如果依照現在的態勢 加上太平洋高壓這樣升過來 很有可能呢 在月底到六月初的時候 就進入夏天了 所以還有一個禮拜 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我們再細緻給大家來看 基本上台灣的上空呢 都雲量都很多 但是這個風向變化很大 你看今天來說的話 到明天來說的話 等於是說都有一些 靠山區容易有一些降雨 你看南部這邊呢 其實有時候就容易早晚發展起來 甚至有些海陸風的環流 跟沿海的降雨 但是這個呢 因為系統都沒有很強 所以每天變化的特性不一樣 那到了禮拜三 禮拜四呢 有沒有看 這個就是一道封面在北邊 不是北台灣 是北邊這個地方盤踞 加上有一點西南風 或是雲雨帶整個東移 所以基本上呢 台灣各地的天氣 我可以說用晴石多雲偶振雨 或是應該叫做多雲石英偶振雨來形容 尤其禮拜四 禮拜五的雨勢 可能會比較更明顯 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然後但是呢 說真的 這個天氣呢 每天呢 大概都是 不是整天都下雨 一定有乾的時候 一定有濕的時候 所以每個人呢 生活經驗不一樣 感受就會差很多 所以請大家留意這樣變化 哪裡會下雨 大致上呢 東北部 迎風面很容易下雨 然後南部呢 還有花蓮 台東這邊 其實也是很容易下雨 然後禮拜二 禮拜三 其實雨四呢 你看這種分布呢 都非常的亂 非常的亂 這樣的這種天氣的預報 所以真的很不好報 我只能跟大家講說 每天就是英時多雲偶振雨的天氣 就是這禮拜的寫照 那溫度上呢 在北部來說的話 這兩天比較涼一點點 21到24度 請大家多穿一件衣服 明後天呢 會稍微回溫一點點 到了禮拜二 禮拜三 會回溫一點點 到23到26度 到了週末會好一點點 但是這個還有待觀察 然後北中部呢 大概都是23到24度 白天的高溫呢 都還有28 9度 南部呢 也更舒服 可以到接近凹到30度 所以南北的天氣 在這幾天是有一點落差的 大致上呢 這兩天 大致上天氣呢 陰天 然後這個偶有一些局部零星的一個陣雨 東半部還有北部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雨勢沒有很大啦 沒有說什麼雨淡來襲 自災性的天氣 現在還看不到 就是會下雨的天氣 所以請大家有時候保持 留意就可以了 明天呢 白天呢 也一樣 都容易有一些偶陣雨 尤其是南部 北部 大概都有一點 我特別來提醒大家 就是說這個 最近的天氣就是封面加上西南風 兩個系統在台灣附近交會 但是沒有結構很好 也沒有很強 所以有時候會有一些局部的這種 午後熱對流 會有閃電雷結的發展 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呢 有長達一個禮拜 這個會下雨喔 如果你要洗傘衣服的話 一定要抓緊這個空檔 我們來看翔謝天氣術